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日文必答的环节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的话,继续打来28046566 身边有郭教授在这里,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郭教授你好 这个时间我们先看看钢铁股的情况 看到钢铁股今天有些不错升幅,我们看看最新的情况 暂时看到安钢升超过5%去到5.76% 而马钢升了接近6%去到2.13% 重庆钢铁升幅略为较小,升了一千只做1.47% 而中国东方没有气跌,而首长国际都升超过1.5% 做3.3次 郭教授看到钢铁股今天有较零来的升势 如果在消息面上,暂时看到安钢的母公司管理层有些变动 但是这个升幅似乎不能支撑起其他钢铁股的升势 郭教授最近似乎是流行重组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消息,说钢铁股重组 其实存了几年 我想重组都会有很大机会 事实上来说,第一是产能过成 但幸好有铁矿石的价格同步下降 变成了钢材价格下降,贴矿石价格下降 抵消了销售带来的压力 但需求放慢,这真的没办法 没有公司接合到一个工程,煤产油的项目 但这是没有公司的,和安钢请不上太大关系 但有一点我也承认,包括重钢、马钢以至安钢 股价累积不少跌幅 由于安钢本身的钢是冷窄钢 是比较漂亮的钢 即是汽车的钢架,车身的钢架 属于一类比较高质的钢 情况仍然还好 但如果要建筑用的钢 或者其他钢的需求,真的放慢了 所以重钢和马钢的股价都持续疲弱 问题就是已经跌了很多 马钢早前跌1.6多.7 虽然反弹上两个半 但近期也下跌2元,坐近水平 至于重钢,股价的表现是在很多者当中最差 不过一年的低位是9.8 但最重要的是近期的走势已经渐渐转正 而且股价一直咬着10天平均移动线 即是说技术上拒绝了进一步试底的格局 但是你断定是可以的 你说有没有一个新的动力 暂时看起来又似乎是看不到的 旁大的基建的启动 房建的启动对钢材的需求是很大的 尤其是内地也持续要订多一些高铁相关的项目 但真正受惠的我认为三个当中都是安抗 比较可以看高一线 近期的股价已经进入一个 技术上调整之后的整股等变格局 相对一个月的低位5.31 现在5.77只是几个%拉锯 而一个月的高位是6.28 即是由6.28到5.31的中位数刚好是现在的价值 正在等变 升一毫子就升过10天线 跌一毫子跌过10天线 参考价值不是那么高 但形态上大家可以看看 早前的一级、两级、三级这样上去 其实势头都结束了 跟随而来一个叫中期的调整 但这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去到这个区间已经渐渐形成一个上落等变的格局 换句话来说 5.33在阻止的防守性 大家不需要太过怀疑 我亦都相信防守性相当强 不过你要轻轻抽升上去 初步的阻力是6元 再向上望6.1左右 这是50天线阻在 一定要大的成交 才能够产生一个动力向上推升 如果以现在的成交 好像一个星期之内都在说这么小的交投 我想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不过没有大升 唯一要说的就是 已经调整得这么深 再预计的下跌空间应该也不会太大了 安抗股价的走势 其实就比较属于整固等变的形态 所以是不适宜短炒的 如果你买雷续短炒的话 一会反复几毫子就要面临止蝕 甚至减膀炒的威胁 相反来说 如果你说早合里面 想买一些钢材股作中线的部署 马钢、重钢和安钢这三只 我选安钢 当然不知 你说是中线的就分阶段慢慢买 很难掌握到哪日是最低的 有些人买货就希望等到最便宜最便宜来买 最便宜何时呢 是5.3 但你要等到跌到5.3 升回上来 它不再跌穿5.3 你才知道那价格是最便宜的 在身处5.3那一刻 你根本没法折到5.3是最便宜的 所以只能说由高台下来就已经跌了这么多 如果我要买2万股 我便分开几次 先买5,000也好4,000也好 看看股价到底逐步向上升 还是还行等变 还是有机会再回途 如果中线部署的 老实说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你望都望去再回途 因为你反正中线买的 你不是短炒的 你当然是希望买便宜一点 买便宜一点的股价不会 你怎样买得便宜 问题就是当他真的回的时间 可能又没有信心 这点大家要克服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说完财务 我帮我们分析黄金的情况 看到世界黄金协会公布了 2014年的黄金需求是5年来最低的 看到普通消费者买黄金意欲不是高 但回来央行买黄金意欲非常高 现在全球货币充斥 大家都在打货币战 黄金可以这么说是有限的实物来的 未来金价会不会由这个因素推动呢 尤其是在央行方面 可以这么说 全球央行都拿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做储备 但其他国家的货币做储备不断跌下去 似乎黄金在这方面是否会相对有一个较强的抗跌力 避险是有的 避险后应是有的 但你说要上升 老实说 欠缺了少少的条件 因为金价上升最大的借口是来自通胀 如果通胀升温 抗拒通胀 有些人说我要买楼 有些人买其他投资 但传统来说是买金的 这是传统智慧 三十多年前当时的通胀很厉害 所以列根总统为了打压通胀 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不断提升 最高到22年来 但在那一刻由于通胀不断升温 就成为黄金炒上的借口 在那一刻黄金的价格曾经有840元一盎司 不要忘记 这是1980年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当时港元兑美元还有一对五 来到现在这一刻 大家看看内地的通胀 一月份只有0.8% 欧洲其实来说也不会有太高的通胀 相反来说大家都怕经济不好陷入通缩 美国就有少少稳定的增长 但暂时的势头都未去到一个比较热的阶段 日本更加不用说通缩了这么多年 安倍政府不断地印银子 就是希望有通胀 有通胀的意思就是 物价一有上升的势头 作为消费者 我今天买就比明天买更好 明天买更贵 后日买更贵 所以消费一推行的话 便会刺激需求 而且拉动经济增长 通胀只要不要太恶 有一个合理或者可以容许的升温 对经济来说是绝对有效益的 反过来 如果一到通缩 你和我都不愿意花钱 东西越来越便宜 必须急买 营商环境便会变得差 由于现在没有通胀 金价没有太大的借口向上走 即是属于某些技术上的回升 都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 不过没有大升格高 至于央行增持黄金 和我们的实体通胀是完全两件事 因为美国印银子 欧洲印银子 日本抗印银子 你钱印得多便不值钱 即是消费力、购买力是会弱的 货币供应量太多 相反来说 有部份央行觉得 他的储备要是买黄金 要是买其他债券或美金 希望跟情况有少少做对冲 最低限度 市水越来越不值钱 不要紧 我买黄金实物放在这 去到某一点 就是当流动的货币比较多 经济开始回暖的时候 便会有通胀 通胀一来的时候 初初不是代表黄金会升 但通胀去到一个持续向上行的时候 黄金就有价格 有条件 亦有借口 再进一步炒上 开彩黄金的成本 大概1100美元一盎司 有些可能多些 视乎开彩成本 但相对现在1200美元一盎司金价 我觉得下跌空间很有限 就算再跌也好 产金最多我停产 对吧 况且 真的有些国家 好像中国 在黄金储备那边 都还是比较少 他们可能在货币 持有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减低风险 尽量将资金 部署在黄金那边的投资 所以 消费者和国家的储备 对黄金的看法 我想大家有少少差别 明白 这一节很多谢郭先生 为我们分析了钢材和黄金的看法 这些时间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有五间总结的时间 为大家回顾上五港股半天的走势 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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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